Hello大家好,我是Kelvin 那前几天我和赵贤就有针对莫迪卡民调中心对安华以及团结政府的满意度呢 做出一个深度分析哦 那今天是每个星期二的网络观察室 当然是要带大家来看一看马来网民是如何看待这一份民调的 那你可以看到我总共截取了两个不同的马来报的这一个留言哦 左边这一个呢是当今大马的国文版 右边这一个呢是Astro Arvani的这个新闻哦 你可以看到左边的当今大马呢 他的新闻针对这个课题呢 总共有1400个人点赞 479个人留言以及18个人分享 那右边的Astro Arvani呢 不管是点赞数留言数还是分享的人数呢 都是当今大马的五倍之多 所以这个影片的最后呢 我会跟大家分享 这两个马来报章呢 对于他的网民 他的评论者呢 他的看法究竟是有什么不一样的 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那你一定要看到最后 那当然我们要先从这一个 关注人数更多的Astro Arvani 你先开始分析哦 你可以看到我呢 把所有他的评论呢 都下载了下来 然后呢 用数据工程的方式呢 为大家尽可能的分析 马来网民到底在想什么 那同样的我们老规矩 还是一样 用这个排行榜的方式呢 来为大家解剖 马来网民究竟是怎么想的 那怎样决定这个排行榜呢 就是点赞数 也就是橙色的这一个数字 那第一名呢 总共有504个点赞 原文我就不念啦 你们有兴趣的话 自己可以去看 那这个中文翻译 我就念这一个 首先你可以看到 他说 我想问一下 这一个调查 是在火星上面做的吗 感觉只有外星人在以下的情况 才会感到满意 第一个 宣誓后24小时降油价的承诺 没有兑现 第二 总的来说 鸡蛋的价格要降了 但是现在的鸡蛋没有降价 反而越来越贵 进口的鸡蛋 也比较贵 而且更小颗 那第三 他就说 任命副首相 嘿嘿嘿呀嘿 这个嘿嘿呀嘿 可能华瑟是不明白 是什么概念 等一下我放一个影片 你们就会了解了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具体来说 就是安华出席一个活动的时候 就唱了这一首歌 然后他们就拿来调侃他 委任阿莫扎西当副首相 那第四呢 就是首相兼任财政部长 看来不止华瑟对于安华的这个举动有不满 马来网民呢 也是同样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第五 首相兼财政部长 通过任命自己的孩子 为经济和金融顾问 有这个裙带关系的合法化的嫌疑 当然这件事情 奴辱已经是自己主动的拒绝了 我觉得倒还好了 那第六 部长和议长都奉行群态主义 他的意思就是安华委任的这些部长 还有议长都是他的自己人 那第七 蔬菜这个的价格呢 涨了很多次 这个就是第七条他所说的 第八 他就说 当压榨的人不能在公寄金里面花自己钱 就是他觉得政府应该要把公寄金开放 让人民去领钱 第九 当你看不到首相和他的部长们 为人民所做的真正贡献 相反的在这一个国盟能在两个多月上台时呢 就做到很多事情来帮助人民的政策 他肯定第一名504人的点赞呢 就肯定是一个国盟的忠实粉丝 有504个人点赞 也是有点吓到我 他举出的这一个论点呢 我觉得有一些倒是蛮公道的 不能够因为他是国盟的支持者 所以我们就不看一些事实 总体来说 他还是有说对一些事情的吧 那我们就看安华接下来怎么处理 第二名 总共有272个人点赞 他就说 在1600万人中 只有1209个人 大概0.07%的满意度 好的 明显是用一个很讽刺的语气呢 来看待这一份民调 那第三名 有108个点赞 他说 有种的话 就做一个联署签名 我们看看到底有多少人支持 多少人不支持 很明显他是在挑战安华 不要只是拿1200个人来说事 你有种的话 全民一起投票 就是这个意思了 那第五名呢 总共有72个点赞 他就说 没想到今天的首相 也喜欢自欺欺人 这也是一个调侃的语气 第六名 有60个点赞 这60个点赞 他说了什么呢 他说 人民满意 是因为他委任自己的女儿 然后放了一个哭笑不得的表情 当然 这个奴鲁 再次强调 他已经宣布 不会再当安华的 这一个顾问 我觉得还是 这些评论都还好 那第七名呢 就是有57个点赞 他说 你确定吗 才12009个人的民调 也是一种调侃 这么少人得出来的结论 不靠谱 第八名呢 有50个点赞 他就说 这一份民调 是不是只问他身边的支持者 如果是的话 当然是全部人都满意了 也是一个调侃 第一名到第八名都没有一个赞赏安华的评论 第九名 自己讲 自己爽 就有48个点赞 最后的第十名 有41个点赞 他说 这个民调是他自己人做的 是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从第一名到第十名 看起来都是国盟的忠实支持者 那究竟 是不是 所有人都不赞成这一个民调呢 当然也不是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要 再做多一个 Malaysia Kini 当今大马的这个民调 因为你可以看到 它很大的不一样 同样的 我也是把Malaysia Kini 所有的这一个留言 都截图下来 然后 跟大家一一分享 这个就是Malaysia Kini 当今大马的排行榜 当然他的这一个 点赞数会比较少 因为他原本 在数量上面 就少于Astro Armani的5倍 所以第一名 只有49个人点赞 那这一个他就说 首相安华是最棒的 这是马来网民说的 不是华社说的 那第二名 有45个点赞 他就说 如果莫迪卡中心 只能分到 那个程度 那意味着 国阵加西蒙的联合政府 是一个失败的政府 满嘴废话 失败的政府 来自失败的那个 失败的政府 第二名 就是在骂政府的 当然他肯定也是 国盟的铁杆支持者 第三名 有31个点赞 他就说 自夸罢了 什么是最好的 告诉我 这个国家 有和日本一样先进吗 您对日本的评价 有多少 他明显也是国盟的支持者 然后他就拿马来西亚跟日本来比较 你只有超越了日本 你才是一个好的政府 我也不明白这个逻辑是哪里得来的 但是我们尊重他的言论自由 第四名也是一样 31个点赞 他就说 公祭金是人民的钱 不是首相的 把钱还给人民 第十人首相是最差劲的 同样也是在骂安华的一个留言 第五名也是一样 31个点赞 他就说安华 自己讲 自己爽 我不知道什么是让我满意的 第六名 有25个点赞 他就说 第十人首相是最棒的 国盟整天诽谤 这也是马来网民说的 不是华人说的 第七名 有24个点赞 团结政府和安华 是最棒的 终于看到一些好的留言了 对不对 第八名 感觉想要吐 他就看到安华的这个民调 或者是说 他看到安华的脸 他都想要吐的那个意思了 第九名 有15个人点赞 国盟的政府仍然是最好的 大马人民的评分是101分 他还给了一个点赞的表情 第十名 有12个人点赞 他就说 可怜的人民 每天都被负责昂贵商品的负担 尤其是沙拉越的农村地区 这是沙拉越的一个 一个网民的评论 所以你可以看到 Astro Arvani 跟这个 当金大马 他的留言呢 还是非常不一样 Astro Arvani 大部分 可以说前十名 都是在骂安华的 然后呢 这一个当金大马呢 他的这一个评论呢 就是相对来讲 就是称之不齐 有人赞 有人财 所以我们就要来抓一些关键字 然后来分析到底他们的情绪长什么样子 首先就是先看这个Astro Arvani 底下的人讲的坏话 他的这个占比到底有多少 最多人讲的就是这一个1209 太少了这个人数 总共呢 有113个留言 那占整个评论区的5.65% 那也就是说 每100个人呢 就有5.65个人呢 觉得这个民调 1209个人太少了 那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 Shock Sendiri 自己讲自己爽 这个留言呢 就有109个人 他占比5.45%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这一个公寄金 公寄金呢 就有78个网民提起 他占这个3.9% 就他们都很想要拿公寄金 所以就在这个留言底下呢 要么是在呼吁安华开放公寄金 要么就是在骂安华 为什么你不开放公寄金 这个就是他们所 他们的留言 以及这一个 不满意 也有23个人 直接表态 他们是不满意安华的 以及最后呢 就是这个骗子 总共有19个人 当然他的占比也很少了 这个可以忽略不计 那 阿斯多阿瓦尼 到底有人在讲安华是好的吗 有 直接表态 赞赏安华的 就是 他说第10任首相是最棒的 只有两个人 他占比只有0.1% 所以你可以看到 阿斯多阿瓦尼 真的是一面倒向国盟的 当然也不是阿斯多阿瓦尼的错 对不对 那纯粹是因为他是 最大的这个马来新闻台 所以呢 这个留言数多 也是很正常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当今大马的这个评论 那卖安华的这个评论呢 显得就少了很多 首先 讲他自己讲自己爽的呢 只有14个人 那占比也不超过1%啊 然后 人数太少 只有1209个人的这个评论呢 也只有4个人在讲 那很少很少 那不满意 公积金以及骗子呢 出现的数量呢 都相对来讲 他非常的少 至少从这个百分比 从总体留言区的角度来讲 他是很小的一个部分 那说安华好话的人呢 就相对的比较多 觉得安华是最棒的 都有29个人 占比1.45% 然后觉得他是最棒的首相 第十任最棒的首相呢 都有 都有人陆陆续续的在那边留言 虽然这个百分比也不大 但是足以看得出一件事情 当今大马和Astro Arvani呢 它是两个不一样的平行世界 那之前我们就有说到嘛 为什么要做这一个网络观察室 是因为我不希望 华社跟马来社群之间呢 有一个断层感觉像华社跟马来社群呢 是活着两个不一样的平行宇宙 那今天哦 从这里我们又可以得出 在马来网民的世界里面 又有分出另外一个平行宇宙啊 喜欢西蒙的 他们大部分呢 都会在这个当今大马去留言 那导向国盟的 都会在这个Astro Arvani那边留言 所以这很有 这个很有趣哦 就是我们看这些评论的时候 虽然讲这个排行榜呢 是由这个点赞书决定的 但是我们不能够就此 就相信百分之百 从这个评论当中 去找到真实的 整体马来网民的这个新生 因为很有可能 他们只是那一群 敢于发生的人而已 而那一些默默支持西蒙的人 可能看到这一个 绿色浪潮的汹涌 看到马来网民愤怒的留言呢 他们是不敢公开表态自己的 这一个 这一个感受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民调 它本身还是有可靠度 还是有权威性的 就像我们之前在 做深度分析的时候就有聊到 那今天就不仔细聊这一个东西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东西是 如果我们想要走进 马来网民的这个新生 我们不能够只是单一的 从一个报道 从一个媒体上面去抓 因为它肯定会有这一个 地面倒向其中一个阵营的情况 那我们就是要从不同的 这一个角度 不同的报章 去深度挖掘他们的这一个新生 让我们有更大的机会 还原一个真实的马来社群给大家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析 我们下一期影片见 拜拜